哈喽大家好,我是小九 今天的小九社ECB教大家怎么吃月饼 把心里话说出来了 是拍月饼 到底这个月饼怎么拍呢 先不要着急 我们先来感受一下 这个非常重要 每当8月15的时候 我们才能想起这个中华的美食 我们赏花赏月赏秋香 吃着月饼过冬秋 想到这些呢 我们的思路一下就来了 对不对 中华传统的美食 这个时候我们的搭配道具啊 或者背景啊 或者整个色调啊 就不能太鲜亮 或者太现代的一些东西 作为搭配了 对吧 所以我选择一些比较传统的东西 比如说什么呀 仿中国的这种布料 还有就是我们的茶具 还有就是做月饼的这种模子 这个我们也可以去找些事吧 我们还可以准备一些 你月饼的原材料 比如说豆沙的 我们准备一些红豆 大红豆 比如还有枣泥的 我们可以放一些枣 五人的 里边包含了什么原材料 这个时候我们也可以拿来当道具 好了 前期的拍摄思路呢 我们已经有了 那么下面就看看 我们怎么去布置 怎么去拍摄吧 当我们准备好这些道具呢 那我们就可以布置了 但是在布置之前呢 这个布有没有褶皱我们可以拿刮烫机或者运斗给它烫平了 这些小的细节能让我们最后的效果提升很多 然后呢还有就是我们在选择搭配或者是构图的时候一定要坚持一个原则 那就是什么呀 不要让搭配的东西抢了主体的风筒 就是比如说我们用了这个茶壶也好 用了这个模子也好 我们为了是凸显一个气氛 而不是说为了让大家看到我用了这个了 那我就拍的特别明显或者特别的抢眼 反而呢把这个月饼主体呢给它淹没了 所以呢我们要在布置的时候 只要够用就好 不要说我准备两个我就要把两个塞进去 有的时候少 反而会更好 如果你把这个月饼或者其他美食放在这个环境中 然后你再去造型的话会耽误很多时间 有的时候呢这个美食可能因为环境太热了 或者是你老拿手去弄它的话 那形状就不好看了 或者是陡行了 所以我们在拍摄之前 在布光啊 在搭配之前 一定要拿一个代替的东西 放在它要的位置 所以这个时候我们就不会担心 食物会有什么变化了 然后我们在正式拍的时候 再把我的月饼放上去 就OK了 好当我们把这个现场环境布置好之后呢 我们可以看到本身就是很传统的一个气氛 然后呢 我会在后边加一个黑色的黑中部 这是为什么呢 其实我们在拍摄的时候 我们不会拍上这个黑中部 但是我为了防止我的墙面 或者我周围的环境给它反光 所以我加了一个黑中部 好现在呢就是我们的布光啊 首先布光来说 我们为了得到一个很暗的调 我们就不用柔光箱了 因为柔光箱直接打的话 它会有很大面积的光 那整个桌子都非常的亮了 所以我在右边侧逆光的位置 打了一个标准照一个灯 然后但是如果直接打的话 那整个桌面也会被打亮 而且是非常硬的光 那怎么办呢 我这边加了一个柔光瓶 这样的话打过来的光 有一半是非常柔软的过去 有一半呢是有点防自然光的效果 非常硬的效果 给它打过去 好我们现在呢就来拍摄一张 看一下效果 好了这就是我们主光源的一个效果 大家肯定说哇这怎么那么黑呀 对不对 你只打到了后面前面怎么办 不要着急 我们只要把后面的这个光线弄好了 哎前面就很好说了 对不对 我们看到我们这个光线的作用呢 就是从侧后打过来之后 形成了一个偏硬的光 是吧 但是呢也会有软的光 因为我们有这个螺光瓶在这呢 然后呢 让这个月边上打出了一个白边 是吧 打出白边之后 我们就发现啊 这个轮廓很清晰了 而且还有通透感 然后呢 我们就来考虑前面的问题了 还有一个原则就是 哪里暗 补哪里 既然我们前面那么暗了 我们只要去补光就好了 但是这次呢 我没有用灯去补 如果用灯打的话 那整个光又是平了 是吧 就没有意义了 所以我选择了反光板 来进行补光 就是一个这个 反光板 我们用白色的这一面 来补光就OK了 放在这个主灯相对的位置 这样的话我们就发现了 从侧后打过来的光 直接打到了这个反光板上 然后反光板再给它补光 你会得到非常弱 而且非常柔的光 我们再拍摄一张 看一下 我们可以看到了前面已经补到光了 对不对 所以它就是通过一个反射的一个作用 就省了一个灯 然后但是我们会看到 就是整个月边的质感还不是特别好 那怎么办呢 这个时候我用了一面小镜子 就是这个 因为镜子的反光率呢 比这个白卡纸要高很多 所以呢 我想让它的光线更硬一些 而且那是小范围的硬 就是专门打月边的位置 让它更有质感 那好 那我用镜子来照射这个月边卡了 那照射的位置怎么判断呢 其实我们把镜子放在这里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这个镜子是反光的 记得我们小时候很喜欢玩一个游戏 就是比如我戴着表 然后有太阳光照进来之后呢 我拿这个表去恍人 就是这个原理 你能很直观地看到这个镜子的反光在哪 你只要让那个镜子反到你的月边上就OK了 然后来拍摄一张 嗯 这个月饼还是真的挺好吃 不是真的挺好拍的 对不对 那么我们今天的教程呢 就到这儿了 我先去吃月饼了 等等等等 最重要的事忘了是吧 我们就提前祝大家中秋快乐 拜拜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九 欢迎收看我们的小九社ECP 如果喜欢我们的视频教程 那就赶紧扫描我右边的AREMA 关注小九社微信订阅号 我们每天都会有很棒的推送 而且我们的视频更新呢 也会第一时间在小九社微信订阅号里边 给大家奉上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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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